今天开始拍了一个shopping haul video 就是我在哈佛的coup买了什么东西 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 coup是一个地方可以买货外书 真的读书的书本 还有三副鞋物 这个 haul里面大部份都是衣服 还有一些粒粒粒粒的零碎东西 还有coup也有做MIT 麻省理工大学的产品 他们也很有名的 coup是一个旅游性的景点 所以如果你们去过Boston 可能加入一些tour 都应该会有印象 可能会进入这个店 另外我在instagram也做了一个投票 问问你们想先看这个haw 还是coup tour 后来这个haw赢了 所以我先出了这条片 下一条片会是coup tour 所以大家密切留意 在开始之前我想更新我的近况 如果有follow我instagram 或者社交媒体的朋友 都知道我现在读我第二个master 所以会照好像以前那样 一个星期会有一条片 至少希望可以做到两条片 一个星期 但也要看我的时间分配的问题 还是继续上学业 先走 之后有多余的时间 我会拍多一点片 这条片不讲很多学业的问题 接下来我有一条学业的Q&A 到时会解答你们问我的问题 好了 现在开始这个haw了 第一件衣服 就是这件 是一件很普通的t shirt 而且我记得它写着 是很好卖的 这个 整个coup 是一件普通 完全是男女都合用 合着的t shirt 后面是没东西的 我买的尺寸是细码 最细我记得是细码 是一件外套 这件我洗了 而且我在boston那边 我也有穿这件外套 有一个学校的徽章在这里 这件衣服是从这个Under Armour 这件的衣服 其实是童装 我买了童装的大马外套 其实没什么所谓 因为里面也穿衣服 所以不用很收身 我觉得这个直下去 其实也OK的 它有两个袋 预计袋比较浅 所以这个位置 所以很容易跌电话 所以要小心一点 这个有顶帽 然后就是这一袋的袋 写着h字 我想说 未来会看到的衣服 很多都是写着h字 因为我的last name 其实就是hau 加质也可以穿 因为h可以代表很多不同的意思 这一对只有h 然后头头这里是红色 而后面这一对 中间这一对写着他们的名字 这里也有红色 红色也是h 而后面那一对下面的底部 是黑色的 所以有不同的style 之后就是这件外套 这件外套是减价的 起初我也在想买不买好呢 因为这个size 因为可能是好的size 已经买完了 所以只剩大马 L 所以可以当一件长的外套 是一个米白色 然后下面这里 有一个h字 在这里 而且洗一洗 应该会小一点 这个扭子就是 这些木的扭子 有点像Brandy Melville 我很喜欢大件小小的衣服 还有两个袋在这里 然后就是零零丁丁 这一对物 其实这一对物是教授送给我的 因为我好像答中了问题 还是不知怎样 然后他又送了一对物 是组红 然后就是这件衣衣 但是没有帽 是一个瓶领 写着h字在这里 而且它的质量很有趣 是一个毛巾料的质量 而后面就是 没有东西 很特别 这件衣服 毛巾料的质量 我好像没说毛巾料的质量 长的t-shirt 写着h字在这里 是比较红色的这个 然后旁边写着哈佛大学 而后面 我记得我这个也有买到另一颗色 应该一会看到的 之后这件 这个jersey 就是hockey的这个 也是童装 这个是童装的大马 我发现我适合这个尺寸 加大会比较松身 而且这件jersey 后面有所有的亲笔签名 所有hockey 哈佛队的 签名在这里 因为我认识了哈佛队的 然后他很好人 他帮我拿签名 他的签名在中间 这个大大字 这个 而这件jersey 旁边也有这个 章 两边都有 而且我也挺喜欢 买jersey这些东西 不是说学校那些 可能是这个 clippers 或者likers 其实我也有他们的jersey 因为我觉得如果 去他们的比赛 穿这些衣服 去拍照 或者捧牆 之后就是这件 类似刚才的红色 那件 这个写着h在这里 但旁边是这样 有两条 比较运动型 这件也很好卖的 类似刚才那件T恤 而后面是大大字 全部的尺寸都是小码 我是买最小最小的尺寸 如果他们有的话 除了减价的外套 不能选择 买了大码 所有有h字的衣服 很多朋友问在instagram 其实在thecube买的 应该出了这条影片 你们会知道在那里买的 就是这件毛衣 这件毛衣 我是买加加细码的 因为也是他最小的尺寸 我真的发现他 适合我新多一点 比加细码 趁镜 这件我记得是比较贵的 可能是一些羊毛 写着100%羊毛 这件 还有这个组红色也很漂亮 后面是没东西的 也是这个h字 这个也是加加细码 幸好我买到 因为他们不是很多加加细码 或者加细码的货 也不是太多 这件是米黄色的 有这个组红色h字在这里 是棉质 100% 我记得是比较贵的 这个和刚才羊毛那个 后面是没东西的 其实我还没穿过 这个 这个是男女也適合穿的 应该是加细码 有一顶帽 好 而后面 正式 没东西 组红色T恤 刚才展示过灰色 这个是组红色 再搭这个白色 也是不收腰 普通一件T恤 男女也適合穿的 后面就是没东西 比较sporty一点 有一条边 旁边也有一条边 而下面是这样 有点像American Eagle的衣服 T恤 这个很漂亮 而后面是没东西 好了 之后又是age 这件唯一有帽子 就是这个组红色 再搭这个白色的h在这里 这件是男女也適合用的 后面是没东西 也比较casual 这件是米白色的 写着h字 然后 有哈佛在这里 后面是没东西的 我自己买了这么多衣服 我当然不会忘记我的狗狗 我们要一起tuning 刚才是这件Jersey 这个很可爱 是这个 这样的 它的质地真的是Jersey的质地 旁边有一条边 很运动型的 超级可爱 下面有一条边 然后这个尺寸是加加细买的 而且它们狗狗的衣服 也挺好买的 尺寸也没什么 两个都是同一个尺寸 之后 我有这么多卫衣 他们也有卫衣 这件真的比较厚一点 LA真的可能 晚上黑的冬天会适合 就是这样 有个巧章在这里 很可爱 然后这个尺寸 我记得好像是 对 加细码 两个都应该加细码 因为 这些可能里面也可以穿衣服 而且其实买松 比买紧 到最后就是一些围巾 这个很可爱 是 我记得好像是 有分大中小的 但其实这些是 自己可以绑 松紧度 所以一定是对的 就是这样 可以枯在脖子 很有趣 或者披在后面 其实也可以 这个 后面是没东西 狗狗的账文 就是这么多 我现在还有一些 粒粒粒的东西 好像这里 帽子 我买了两顶帽子 这个是他们组红色的 再加白色的 我很快带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 之后这顶是粉红色 我最爱的粉红色 再配上白色的字 纳帽 粉红色的 有泡泡在上面 我其实也戴过 我不戴帽子 因为我化了妆 就是写着H字 这顶帽子也很暖 如果去一些冷的地方 放着耳朵 然后是一只公仔 这个公仔 穿着一件 围衣 很可爱 其实这个公仔的眼睛 好像有少少斗鸡眼 但也很可爱 而且我其实沙发上面 很多emoji 和一些公仔 所以我觉得这些公仔 挺有趣 不可以再买这么多 因为已经很多东西 遲些没位置错 但我也忍不住 再买多一个 就是这个 我觉得很有趣 好像BB那种 很小小 这个 可以拆出来洗的 而且我所有的衣服 就算狗狗的衣服 我都会洗的 其实我已经洗了 狗狗的衣服 而且这些公仔 我都拿去洗的 这个就会拆出这个套 这个是我看Hockey比赛的时候 买的 起初也没打算买的 后来我的同学说 这个很合适 快点买 而且这个是10美金左右 不是太贵 买来拍照 玩玩玩也挺好 后来买了这个 是一个普通装饰的 近镜 是印上去的 白色 我在加州这边 常常开车出入 所以袋子都比较小 因为所有东西都可以放在车里 我没遇到原来那边 比较多东西 有手套 颈巾 大衣 很多东西要拿 后来买了这个书包 因为我用我的包包 最搭买书包 Gen Sport这个牌子 很出名的 我其实也挺喜欢这个牌子 我记得我之前Underwood 也是用这个牌子的书包 然后这里有效辉 特别一点 比起平时外面买不到的 这个要在The Coupe才买到 然后我们有点像这个outdoor书包 前面有一格 而里面就是一大格 好 后面 背带 好了到最后 这一袋东西 里面有点蠟杂东西 而且听到有玻璃声 因为我买了两个杯 第一个杯 就是这个H字的杯 有点不是直身 是弯弯的 有一个英文的 这个很有趣 那个设计不同 这一款比较基本一点 有效辉 还有写着Hava在这里 后面是没东西的 颈巾 差点忘记了 其实我还没戴的这个颈巾 就是H字的颈巾 打开背面这里 就是写着Hava 有点滑滑 还有一件衣服 忘记了 这个是最后一件衣服 就是这件衣服 起来也想买不买这件衣服 因为其实有点像保安人员 这件衣服 因为可能是黑色的关系 我问他有没有组红色 但他没有 就是这样写着H字 薄薄的 冬天的时候 如果在Boston那边 应该要多穿几件衣服 因为真的很薄 其实夏天也穿到这件 而后面写着哈佛大学 先讲讲这两个锁匙扣 有一个H字的锁匙扣 我将会扣在车匙 就可以辨认到我的车匙 找人泊车的时候 而且我现在也在用LV的锁匙扣 然后就是这个 哈佛的校章 还有他们的字在这里 也是普通一枝原心笔 这个很便宜 是3元美金 然后就是这个很普通 就是平时写字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买这么多笔 干嘛 到最后一枝笔 就是这个 比较高贵 高级一点的笔 比较重 第二个包包 就是这个 是买菜的包包 下面就是组红色 有校章在这里 而后面是没东西的 里面完全没有格式 一大格 到最后最后我买的产品 这一件是非常特别的 我没遇到他们会有这样的东西 就是筷子 是不是超有趣 超特别 是很可爱 它是胶的筷子 其实我买了两枝 但我已经吃了 用了 哈佛大学 是胶筷子 不是张牙 这个很轻 我用来吃面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重 一点 可能会比较好吃 但也OK的 我觉得很有趣 没有遇到他们会出这些 好了这段影片就完成了 希望你们喜欢 而且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 你们最喜欢哪一样的产品 哪一件衣服 或者喜不喜欢的筷子 或者那支筆 也可以在下面告诉我 另外我也不知道你们能否发现 应该也发现到 其实挺明显 就是这个麦 这段影片我第一次用麦 因为我也明白 我的影片的质素 非常差 所以我也尝试努力去研究 学习 希望收音收得好 而且质素也好 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 你们觉得今次的收音 好不好听 还是平时的收音好听 如果喜欢这段影片 记得Like你的影片 subscribe我的频道 Follow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Facebook 还有微博 拜拜 拜拜